结果程式会把它放在这个 这个是练习档 那这个是我们的那个答案档 OK 然后呢你把它这个打开来 里面就我们刚刚做的 所以我刚刚写的这一段程式 就在这里 那这个是图 不过我想程式我也把它贴上 那如果你进度比较慢的同学 我是建议你干脆先做 复制贴上 然后来改 好不好OK 如果可以的话尽量当然自己打 因为这些说真的 以后呢都需要你自己要动手 可以把它打出来是最好的 那刚刚的部分呢 当然主要我们可以区分成几个部分 第一个是我们要抓里面的字数 所以其实一般习惯上 我都是看着我到底需要做什么 再去撰写我的VBA 所以基本上我的VBA一定是浮动在上面 浮动的主要目的是我要看 这个就是forI等于2到9 第二列到第9列 这个是我第一个字到总字数的回圈 然后我就把那个字一个字一个字抓出来之后 判断是不是47到58之间 如果这个逻辑为true的时候 它才会跑到里面 如果为force有没有 那它就跳过了 跳过意思是不会加1 加完之后再把结果丢到B栏里面去 OK 那这样子全部跑完也就是我们要的结果 那如果说你程式有错 我是建议你刚刚讲过 你可以射中断点 在哪个地方射中断点是最好的 其实就是在那个什么 在那个你变数的 比如说count的结果不对 那你就在count的那个地方射中断点 然后再配合那个什么 增错里面的F8 F8然后配合那个游标 放在上面它会告诉你现在那个变数里面 它的值是多少 利用这样的方式 我想你就可以不需要一直用你的大脑一直在那边转 因为你的大脑一直在那边空转 有时候会转不出来 然后会觉得很疲劳这样子 所以有的时候写程式 可以不需要写的这么辛苦 你可以利用一些除错工具 帮助你找出程式的错误 因为我想尤其你们程式不常写的人 更容易出现错误 只要有错没关系 你就射中断点看一看 然后如果实在不行 你就再check一下 这个云端上面的画面 或者是再不然的话 把程式贴上 这样先跑跑看 再把它删掉也可以 因为我知道一定不可能每一个人都这么厉害 一次就可以把程式写对了 如果一次写对的话 我想你们也不会来学这个东西 再来的话第二个我如果要什么 非数字的 非数字部分我刚刚有提到 其实颠倒一下就好了 里面的话基本上哪些可以改 其实我是把什么 把这个程式整个复制贴过来 改几个地方而已 这个中断点拿掉 第一个的话当然我们是需要改 其实好像这个名称改 然后这个改一下 这个本来是大鱼把它改成小鱼 所以这边的话把它改一个方向 小鱼48 然后逻辑把它改成偶尔 跟刚刚有点像 我前面讲过了 如果你是在sale函数是and是用成的 偶尔是用加的 这个是一个小技巧 然后再来方向再改一下 这个本来是这边把它改成57 57 一样跟刚刚一样 那基本上不用改了 最后输出到哪里呢 输出到c栏 所以输出的d 输出的话记得就改一下 就把最后看这个结果 丢到这个c栏里面 输出的结果我想应该就可以看到 应该是我们要的 我们试一下 应该这个比较没有什么太 OK 理论上应该OK 那再来的话可能会有问题 就是我要留下 那个数字 留下英文 留下中文 这个几个 就是如果是数字就帮我留下 如果没有大家保持空的 那这个地方怎么做 基本上呢 其实也可以拿这个程式 Ctrl C 然后呢怎么样呢 来修改一下 这个我好像已经做好 看一下 OK 这个是做完的 那我一样拿那个来做修改 那改哪些地方 基本上呢 我也是拿这个来做修改的 来拿那个什么呢 数字个数 因为其实基本上它的回圈范围 都一模一样 只是有哪些地方不一样呢 第一个我不是要Ctrl 我是要把那一些字帮我串在一起 所以呢第一个我先设定一个S等于空的 Ctrl等于零是因为我要算几个嘛 那S等于空的意思 我不是要算次 我是要算 我是要把那些字帮我串在一起 串在一起 OK 所以呢预设值里面是空的 所以S现在里面是没有东西 而且它这个变数里面就是让你放字串的 放几个字就对了 那我要怎么留下来呢 基本上呢 主要关键在这里 其实你只要把原来Ctrl等于零 跟Ctrl等于Ctrl加一 把它改一下 改成什么 改成S 如果找到之后的话 我就把那个S等于什么呢 S自己本身 在串接 在串接 VBA里面串接是end OK end什么呢 end找到的那一个字 那一个字的话呢 基本上就是mid 有没有 所以你可以怎么样 把这个mid这边的这个 这边的这个语法 有没有 mid的后面到这个瓜糊 有没有 就是抓到这个字 有没有 把它复制贴上到这边 所以我习惯用Ctrl键拖拉 意思是说把这个字 有没有 所以我这边说 我是把这个字 这个字指的是切割之后的那个字 切哪一个字 其实反正就是 就是现在看到这个 有没有 那他就怎么样 帮你把它跟S串在 S预设是空的 所以呢 如果今天里面假如125 E本来空的就串进来 串进来之后的话就变1 所以这个时候丢到前面 后面东西丢到前面去 那就变1 再下一个2 2的话就是 1 M的2 串在一起变1 2 再来5 1 2 再5 125 有没有 最后的话就把结果输出 到这边125看到 OK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最后的 Ctrl这个地方 输出的地方 改成S 这样就好了 好 应该可以看得懂吗 1 OK 把这个Ctrl 其实都主要是看 你只要看Ctrl位置就可以了 这个一定要说End End指的是字串的串接 不过在其他语言都是用加好了 我觉得用End比较合乎逻辑 因为加减乘除有时候到底是加减乘除用在运算比较OK 这个地方一定要串接你要的字 所以我把这个字给丢出来 好 试一下好了 如果这个OK之后的话 我们把原来的这个删掉 看它被留下来 当然有些同学 如果实在是没有信心的话 我已经讲过了 你可以在这边射中断点 这边射中断点 最后在射中 就是S地方射中断点 然后执行它 它停下来 你可以F8 让它往下跑 它现在一定没有进去就是空的 如果有 不过第一个好像全部都空了 我把它直接再跑一下 丢出去 应该是没有动力 再来的话就是 一二五 一二五有了 所以这个时候空的 串的话串什么呢 把一串进来 所以一现在这个 因为它现在里面是切那个一串进来 其他细节我想各位自己再玩玩看 你可以利用中断点 把这个结果给输出 那不过刚刚露的一个地方 怎么样 丢到哪里去 应该是丢到哪里 丢到第一才对 OK 所以这也是常常遇到的那个串 错误了 不过没关系 这个地方的话 你只要注意 然后丢 OK 没有问题 再来的话留下英文 留下英文 英文的逻辑 其实你也可以看 阿斯基托 阿斯基托 其实你Google 阿斯基托 也会出现 不过英文有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呢 65到90 跟97到122 它会有大小写的区别 所以如果说你今天要判断两次好像不合乎逻辑 所以其实有个简单的方法 你可以怎么样 要不就全部转小写 要不就全部转大写 所以你可以找一下VBA里面有个函数 就是可以把字转大写或转小写的函数 Google一下也可以 或者是搜寻一下刚刚那个里面 然后转完之后再来判断 你就只需要判断一次 它如果是在什么呢 假设我转大写的话 就是65到90之间 如果是这个range 那表示它是一个英文 然后你就把这个字给输出 做法上其实跟刚刚好像一模差不多 所以其实 你可以把这个怎么样 复制Ctrl鍵 这边把它改成什么 留下英文 其实就可以了 这边的话呢 把这个改成什么 输入英文 然后一样的方法 还是可以再看一下 有没有办法留下这个中文 画面先还给各位试一下 就是把刚刚的那个算几个 改成留下那一些字 那关键点其实就是把Count 改成S 就是把算次数 就是一个整数 把它改成是串接自串 OK 试一下 OK 很多 是 就是